成功已經十八年中華市立國家團 定在八月九號拜日晚上七點半 在台中國家國家園出台灣映化營業會 這也是市立國家團對兩千塊九年 到2010年分配在台北國家營業廳營出後 將第三度來到國家級別營業表演中所來講演 歡迎大家收集來分享這場國家級別營業享演 中華市立國家團成立在兩千塊四年 是專家所有的鄉定啟動中 和這個遊光部機關成立的國家團 在八月九號晚上七點半 中華市立國家團將在台中國家國家國家園 演出台灣映化營業會 現在是市立國家團在2009年到2021年 分配到台北國家營業聽演出後 將第三次到國家級別營業表演中所來講演 這一次彰化市立國家團於八月九號 將在台中國家歌劇院大劇院 進行台灣映化音樂會的演出 此場音樂會非常的精采 以我們台灣為主題 帶來台灣追詳曲以及台灣映化族曲高山清等 筷智人口的台灣民間流傳曲目 歡迎各位鄉親朋友一同前來欣賞 映化市立國家團成立的目標是為了發揮下高功能 增化社會風氣提升市民的映画作用 台灣台北分市中部地區優秀的映画老師 成年建造家和映画班的學生 大國家團可以增加台灣中台表演的經驗 你今年幾歲?18歲 你學音樂學多久了?快十年了 你怎麼會去想要學音樂? 因為國小有國樂團 然後就想說可以加入看看 然後就學弟子 你怎麼會去參加帳號市立國樂團? 呃想說就是可以參加樂團 然後可以就是磨練自己的經驗這樣 市立國樂團從團到現在已經賣了第十八年 期間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演出 超過經驗的累積到期間的進步成長 已經是一支市立非常堅強的專業成國樂團體 在和團建立真好的名聲 謝謝大家 新俊華新聞 北北林俊華 彩虹波登